老師我接下來要請教 這個817萬票的事情 大家很關心 我們的現在網友也很關心 老師會繼續堅持到底嗎 當然堅持到底 您認為這個817萬票裡面的 最大問題在哪裡 817萬票 我覺得要從幾個地方來切入 第一個投票率 空前的高 我們先看投票率 哪來的投票率 也因為這個話題的再起 所以很多網友丟給我 好多好多資料 我就把它當成做學術研究 你知道我做了20年的學術研究 你這個假模式 你也當成做學術研究 對 看數據對我來講 這真的是回到我往日的時光 我太開心了 我就開始慢慢的研究 那論文門一天就講 30分鐘的論文門 再講30分鐘的做票門 這就是我2021年的工作項目 所以還滿感謝 這個丞相事件給我 那我可以還要感謝這個 叫中選會副主委 對 說要告你 真的有個賤 叫成什麼賤 因為中間那個字 我不知道唸朝還唸招 反正謝謝他 給了我一個機會 因為以前你知道我懷疑 包括賴清德被做掉 這個是事實 大家都知道 你怎麼做的 我都知道誰在做 還有什麼方法做 要不要爆一下量 那817我比較疑惑 我覺得不可思議 但我不知道怎麼做 只能夠做一些hypothese 就只能做一些假設 但是我一直苦無 不管是民進黨黨內初選 或者是817萬票 這個總統大選 我不是要為誰出氣 這跟兩碼子是 這是我們這種 在學界待了一二十年的人 我們看不得造假 看了造假我們就把它講出來 不管講出來以後誰得利 誰受害 這不關我的事 可是我以前苦無機會 因為這件事情 我如果去告發台北地檢署 甩都不甩你 三下就把你施案了 而且我如果是提自訴 干我啥事 我根本就連這個 原告的身分都不適格 所以現在太好了 中選會主委 他說他要告我 他說要找檢警來找我 害我今天一天在家等 檢警都不來 你不來 我去找你 所以我就要告 這個陳什麼見的 陳昭見 陳朝見了 告什麼呢 他在媒體說我什麼 他說我這個虛偽 造假 惡意 危害法令 背離事實 損及機關的信譽 還打擊什麼造成社會對立 講了這麼多 他說他沒有犯加重誹謗罪 我當然要告他 告好告滿 我要幹嘛告他 我告他一方面民行事 求償 對不對 弄點盤纏來做論文門 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是 要證明他到底有沒有亂講 首先要證明我有沒有亂講 對不對 他就必須要證明 這個817有沒有問題 對 我們就來證明一下 還有賴清德有沒有被做掉 那不是剛好中了我的計嗎 我苦無一個可以著力的地方 他偏偏要給我一把劍 那我就不客氣了 所以我覺得今年的一年 開始在未來的三到五年 我的工作計畫已經排定了